6月28日凌晨正值2012欧洲杯半决赛西班牙对葡萄牙的生死较量 在熙熙攘攘的三里屯酒吧中一位漂亮的女孩神传镂空透视装 忽然出现在人群中顿时引发震震惊呼 这位衣着大胆的女孩就是奥运宣传大使人气歌手孙靖元 她的出现让本就熙熙攘攘的人群再次沸腾 路人纷纷拿手机相机拍照 就连外国朋友也与这位辣女拍照合影 身着火辣露空装的美女出现确实让现场的人有点措手不及 孙靖元赶紧解释说因为是从片场赶过来急着要看西班牙的比赛 所以没换变装就出来了 过来是想要去看我葡萄牙的那个比赛 C罗的那个今天晚上因为有跟西班牙比拼嘛 所以我一直都很喜欢葡萄牙对 孙靖元曾为某杂志拍过一组露空装照片 但这次的露空装不仅凸显了高贵优雅的气质 而且也让孙靖元完美S型身材暴露无遗 她说之所以喜欢露空装 是想像童话故事中的美人鱼一样的随意随性 因为这一套虽然就是比较楼空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它是属于像美人鱼的感觉 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小美人鱼的童话故事的感觉 我希望我的梦想包括我跳舞唱歌 都像小美人鱼一样可以自己的随意的舞动身体 包括唱歌都可以随意 作为奥运宣传大使孙靖元表示 在奥运会时会清零现场 也考虑为中国队再制作一款露空装 为健儿们加油鼓劲 这个公共奥运会的 所以你会今天现场去看中国队 会会的会的 然后会为中国队 然后可以穿上那个 还会在一个设议 你这个想法不错 我会见见